刚才我本来想用打字回应一下,后来一想我要马上出门了,所以我问一下后土生间又写了几句话,还是老调重谈, 那个意思就是民主国家选出的总统每天都讨好老子行,怎么可能是希特勒呢? 但是他的逻辑前提是用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对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和中国垃圾产品进行比较, 因为他相信像西方这样的严格的公益流程的产品肯定比中国的垃圾产品好,这是常识。 然后他推出,因为美国是完美的民主体制,所以选出了总统,肯定不会有问题。 这里边有几个逻辑漏洞,第一个漏洞就是他的例子是一个比较机的, 他比较的是,已经有相当好信誉的商业性的产品和国内的垃圾产品比较, 这是一个比较机的例子。 然后,他的结论却不是一个比较机的。 他的结论却不是一个比较机的,如果硬要说话,其实他的结论是一个最高级的, 是一个那种,结论是一个不存在跟某一个比较的问题, 所以呢,这就存在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说,他把一个偷换了概念, 把一个常识偷换到另外一个不是常识的这个推论的过程中。 比如说,当然,国际知名品牌由于他建立了商业信誉,大家一般会信任他, 然后比较起其他的国内的垃圾产品来,大家会更信任这个产品。 如果说这是个常识的话,那么完全用不到川普这个问题的身上, 因为我没有人去比较川和习,或者川和金,谁更好。 没有人做这样的比较。 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就是这里一个所谓常识的不成立。 那么这人必须单独的说,一个他认为完美的民主体制, 可不可能选出一个希特勒来。 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是一个比较机的问题。 不是说,以这个程序,两种政治程序下, 一个比一个选出的人更可靠,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说,即使是一种完美的民主体制, 首先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没有完美的民主体制。 这只是制度的这个有效运转。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本身的制约素, 另外,这是制度参与者。 这里边带有一个五段的,五段的一个, 就像跟毛左一样,他首先他的前提就有问题, 然后五段的说出一个前提来。 三段论的第一个大前提就是错的, 往后推论都就狗屎了嘛。 然后,但是我们先不管它,即使完美的民主体制, 会不会选出一个希特勒来? 这个问题,刚才彭娜说得也很好。 民主体制在选的时候, 是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的。 民主体制,或者教育完美的体制, 它的优势不在于选出什么人来, 而在于,一旦选出一个垃圾来, 如何去制约它,如何去限制它的权利。 这一点,像后土生间这样的川普一直不懂这个概念。 他们一直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是完美的, 你相信它会自动的发挥作用, 会选出一个大差不差的人来, 这是胡扯,这是不懂民主体制的一种简单化或者无知。 民主体制在选择的第一阶段, 它其实没有太大的能力。 首先,你有个前提, 因为民主体制它要发挥作用, 它必须选出来以后再发挥作用。 当然,产生的过程,这个民主过程, 它会是一道保险。 但这道保险呢,前提是人民不要太愚蠢。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川普看来, 它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 前提就是人民是不会太傻逼的, 这个前提就错了。 其实,在任何国家,人民大部分都是傻逼。 所以,川普的第一个逻辑就出问题了, 就是民主体制在选择的过程中, 不会出大问题。 这个前提就是错的, 就不懂。 民主体制并不能保证, 选出来的都是精英和好人, 选出来的都是好人, 不能保证,这是第一。 民主体制要发挥作用, 必须是后面的程序。 第一,它必须有权力的制约。 这个权力的制约就是, 是必须盯着那个选择的人, 把他当贼一样的防着。 这是所有黑川的人做的事情。 所有的川粉是不允许大家这样干的。 也就是所有的川粉, 都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体制, 但是不让民主体制发挥任何作用的一些傻逼。 因为他们完全把民主体制的选举和独裁体制的选举搞混了。 独裁体制选出来是要跟随, 是要崇拜, 是要忠于, 是要效忠的。 所以呢, 任何对领袖的不敬之言, 都会受到严惩。 川普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他认为美国人民选出了川普, 你们就不应该去辱骂他, 不应该去质疑他, 不应该去嘲笑他, 应该相信他。 相信是一切川粉的一个前提, 而这些人完全就是独裁体制下奴才的思维。 那么, 民主体制是不是可以选出希特勒呢? 当然, 希特勒就是民主体制选出来的。 那么, 有人可能说, 那个时候的魏玛共和国或者德国的这个民主体制, 不健全, 不完美。 但是美国的现在完美吗? 如果美国历史上的制度曾经完美过, 它有很多因素, 我在很多音频里表述过, 美国不是没出现危机, 但是美国有立届总统, 首先美国很幸运, 选择立届总统人格上是比较完美的, 道德比较完美的, 他们没有去做这样一些下落的事情去破坏这个体制。 而川普恰恰不是这样的人。 这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西方商业规则, 我也比较一下, 很多西方的商业规则设计出来, 它能很好的运行, 但是中国人去, 他完全没法运行。 比如说无条件, 一个月无条件退货的这种条款, 比如说, 在西方国家是很正常的, 大家如果觉得用着不满意去退货, 但要满意, 基本不是退货。 但是遇到一个恶意, 恶意去装空子的人。 我有一个故事, 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去旅行, 他发现美国的相机是免费使用一个月, 买了使用一个月, 如果是觉得不好可以退货, 无条件退货, 那么他就发现这是个空子, 他就用了一个月就去退货了, 因为他洋洋自得。 我小心点说我在车上, 制度参与者不会去刻意的破坏这个制度, 也就是原来美国的那些总统, 这种家他有基本的道德底线, 但是川普他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底线, 而那些, 之所以推举川普上台的那些人, 他也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底线,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制度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考验, 说明其实他不是完美的, 如果谁, 因为我原来曾经多说过, 完全相信制度, 制度就无法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 任何制度都是有漏洞的, 那么你在运用制度的时候, 意识到了这种漏洞, 那么可以去规避这个漏洞, 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或者让制度的制约功能, 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首先认为制度是完美的, 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事情, 那么制度肯定他的制约状, 无法发挥, 这也恰恰是川普所不懂的一个东西, 第一, 他相信完美的制度可以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保证选出一个优秀的人来, 第二,完美的制度自动会发挥作用, 去限制被选出来的这样的人, 这是不对的, 他如果发挥作用, 必须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声音, 比如新闻媒体的监督, 反对党的监督, 体制的制约, 但是体制的制约, 如果是权力制约, 如果一方权力过大, 那么可能会失效, 等等这都不是一个预示完美的制度, 就可以回避的问题, 或者恰恰是完美的制度, 本身要求公民参与这样一些制约行为,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他完美, 他是因为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而恰恰是这些川普他是最讨厌, 去制约,去限制,去揭露他的丑恶的, 所以呢, 这是川普的一个, 对民主制度不了解, 非常可笑的是, 后主声音前面引用了康德的一句话, 我的心中, 我最敬畏的是两种东西, 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而川普和川普恰恰是不讲道德律的, 那么后主圣经引用这句话, 我不知道是在打自己的耳光, 还是打你们川普整体的耳光, 你们完全在川普问题上没有道德感, 你们完全是实用主义, 流氓打流氓的思维这一套, 所以你也用这个, 我不了解, 你是想说什么? 你是说道德律很重要吗? 这是你们, 你还是觉得川普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还是谎言都是可以原谅的, 这是道德律所要求的吗? 所以我觉得, 后主圣经这样的人, 一旦成为川普以后, 很难再回归正常人的思维, 因为你前辈引用的康德道德律, 和你后边说的话, 完全就是在闪你的耳光, 所以你们脑子的水不但没有倒掉, 反而越来越多,越挤越多。 我又下车了, 可以答答你, 就是说, 后主圣经又发了一段话, 所谓的思考, 其实里面没有任何思考, 那还是水, 你知道吧, 什么美国的制度, 因为能够被质疑, 所以它应该是完美的, 又跟中国的制度不被质疑的比较, 没有人认为, 美国的制度不辱中国的制度, 没有人这样认为, 你这种, 反而很可笑的一种, 说了半天都是废话, 但是就在废话里, 也发现了很多脑洞的问题, 就我刚才文字答, 你要补脑洞, 美国的制度即使较完美, 不等于美国制度就能选出来的人, 也必须去相信它, 而美国制度的完美就体现在, 你可以不相信选出的人, 你可以质疑选出的人, 同时, 刚才厚土说, 你要详细去了解美国的选举制度, 它就不是随机选出的, 经过严格的筛选, 经过严格的流程, 然后等等等等, 这些都能说明任何什么问题吗? 说明这个经过严格的成就筛选, 就一定, 选不出傻逼来, 或者傻逼没, 就不会选出一个坏人了吗? 不是的, 厚土又来狡辩, 不是道德完人, 我问的不是道德完人, 你是说选出来不会比普通人差, 我问你在撒谎这个问题上, 他比普通人好, 还是比普通人差, 正面回答。 首先, 你自己的这个文字和你说的就矛盾, 美国的严格的这个选举程序, 并没有保障多数人的这个, 并没有保障这个选出的总统一定是多数人, 如果说按照你的文字的逻辑, 即美国的完美制度体现在它是多数人的选择, 那现在总统应该是希拉里, 而不是川普, 那么你可能说, 这样设计有道理, 乖乖不要来回跳, 川普的逻辑来回跳, 双重标准, 首先你认为多数人选择是对的,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承认川普是不对的, 应该希拉里是对的, 因为希拉里是多数人选出的, 川普有个毛病, 就是一提到他的道德问题, 他不是完人, 谁说他是完人呢? 他说狗屎都不是, 你知道吧, 你说他比普通人, 不会比普通人差, 我就问你撒谎这个问题上, 他比普通人好还是比普通人差, 但是由于美国的选举程序的复杂, 或者由于美国选举程序本身的问题, 使得得票最多的人, 但你不能说得票最多不能代表多数人, 这种概念如果继续偷换, 那就没法讨论问题了, 好, 你必须承认每人是一人一票的, 大家的票是平等的, 那么基元票哪个是多数, 哪个也是美国多数的选择, 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 一加一等二不承认, 那就是狡辩, 好, 我预设你承认了, 那么你前面说的这些废话, 就是美国这个制度完美在, 它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 恰恰是证明了美国制度不完美, 因为它有漏洞, 漏洞就是选举人制度, 那么这种设计当时不管出于什么初衷, 但现在出问题了, 那么多数人选出的总统没有当选, 而少数人选的总统就当选了, 那么你再和我出来说, 它是美国人的选择, 美国人民的选择, 那么当然是多数代表美国人民, 还是少数代表美国人民, 这是个简单逻辑问题, 如果你认为少数代表美国人民, 好, 我承认它是美国人民的选择, 如果你认为多数代表美国人民, 那它就不是美国人民的选择, 所以川普一直在扇自己的耳光, 来回的扇, 但是他会拿一些大家都承认的东西来做前提, 貌似这是强识, 然后突然跳到他要的结论上去, 这就是前面那条文字, 说美国制度是允许质疑的, 所以呢, 他经过了实时代的修改, 越来越完美, 而中国的制度怎么怎么的, 然后突然跳到, 说, 哎, 川普不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 这中间逻辑链车断了很长很长, 嗯, 这段话就更搞笑, 政治在常任总统即使坏坏, 坏不到哪里去, 绝不可能像你们说的, 比普通人还坏这么多, 那么我就问你后土生金, 川普的撒谎, 你承认不承认, 如果说你就不承认, 川普没撒谎, 那你就狗屎不如, 你知道吧, 你就不顾事实, 好, 川普一天撒弄多谎, 普通美国人有这么撒谎的吗, 普通中国人有这么撒谎的吗, 他比普通人好在哪, 就在撒谎这点上, 真的说一下话, 你们就是大肆不承认, 啊, 川普撒谎这个事实, 如果承认了, 然后这个量, 我们再去统计, 那么美国人民平均, 美国人是不是平均撒谎都比川普多, 如果你承认, 所有美国人或者说都撒谎都比川普多, 我可以说, 哎, 他选出来的, 可能不会比普通人差, 但是撒谎这一点上, 你前面引用了康德的话, 我相信是你, 你是承认康德的道德律的, 而康德在《形容上学电机》中, 举的例子, 不道德的例子就是撒谎, 撒谎不是普遍的规则, 不能成为道德, 是成为反道德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普遍化, 撒谎多了, 没有人相信, 他就不能成立, 那么, 就撒谎这一点, 川普比普通人好, 还是差, 我请后主圣经正面回答, 我再一次, 让后主圣经正面回答, 在撒谎这个问题上, 川普第一, 第一, 你承认不成的撒谎, 第二, 承认不成的经常撒谎, 第三, 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对普通人都好, 不要说那些制度弯彯, 这些屁话, 你没有实证的机具, 现在最典型的实证的依据, 就是出了川普那么个傻逼, 这么个残次品, 你还在狡辩, 所以你不要谈逻辑跟我讲, 你就回答我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关于撒谎的问题, 顺便再指出, 后终一个逻辑漏洞, 他说, 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体制是最完美的, 但我不能保证, 未来是不是完美, 对, 那个这句话, 第一, 没有任何实证基础, 第二, 十点是现在的话, 那可能就有问题, 为什么, 这个逻辑本身就可以推前十年去说, 那么你这句话, 也一样, 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未来十年我不能保障, 恰恰不能保障的十年就是现在, 这个逻辑比较复杂, 你可能你的脑袋可能是一时转不过弯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个, 当你说, 到目前为止是完美的时候, 这个问题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其实到目前为止一点都不完美, 因为选出了川普这样一个傻逼, 而且这个傻逼还在, 洋洋自得的到处丢人现眼, 后途很可笑, 前面引用康德的道德律, 后面说选总统不是选道德完人, 好吧, 我们不要完人, 你们老是川粉或者各种粉, 包括毛粉都有这个毛病, 意思就是说偷换概念, 人家要求道德, 你说不要道德完人, 先把完去掉, 他是不是个人, 是不是个道德人, 那么我现在就问你前面说的, 川粉不会比普通人差, 在撒谎这件事上, 他是不是比普通人好, 请正面回答我, 然后不要跟我提完人这个事, 这是狡辩, 这是一种很low的一种, 一种跟毛粉没有区别, 比毛粉还差, 这种讨论方式, 一个一个总统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撒的什么谎, 成你列举, 如果没有, 那你这个逻辑就是狗屁, 就这些川粉, 你要跟他在具体问题上, 一层层发皮才行, 川粉都是不要脸的人, 因为他们就完全, 就是拿一些大大词来, 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啊, 不要有完人啊, 但是有一点的无视事实, 所以我现在就抓着这一点, 川普的撒谎问题, 你前面说道德律, 康德道德律是不允许撒谎的, 不光是总统, 普通人也不允许撒谎, 好, 你虽然也说你要总统不要完人, 那么总统是不是必须可以撒谎, 或者撒谎是不是这个可以允许, 是不是他的撒谎, 这一点上比普通人更强, 然后又再偷换概念, 什么叫不撒谎的总统有没有, 现在我就问你自己说的一句话, 说这个制度选出来的总统, 一定不比普通人差, 我就问你在撒谎这个问题上, 川普普普通人好, 还是普通人差, 你这个问题理解不了吗, 你是一个大人哪, 你就正面回答一下不好吗, 到底川普是比普通人好, 还比普通人差, 这个他不敢正面回答 因为正面回答就扇自己的耳光 所以他就绕着 你给我找出一个不撒谎的总统来 我不撒谎的总统一大堆 那你告诉华盛顿撒谎了 还是林肯撒谎了 还是什么撒谎 你找出他撒谎的证据来 不撒谎的证据 我随便可以说 我说他不撒谎 但是你要说我错了 你要找出撒的什么谎 什么时候撒的谎 这个逻辑你 美国的大部分总统是不撒谎的 我这么说 那好 现在后头中间去反驳 这个川普一直在说我人身攻击 其实我对川普的所有用词 都不是人身攻击 这是川普本身的一些问题 你们本身就这种货色 这不存在什么人身攻击的问题 那如果你说中国思维 判断美国判断世界是什么意思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谁在用中国思维 判断美国判断世界呢 像这种给别人扣帽子 这种上来就来 你们是中国思维 首先这种话不要轻易说出口 轻易说出口你就举证不了 你说他干嘛呢 这种随便说 你们不要用中国思维去对待美国 其实你就搞不清自己在说啥 知道吧 我们在谈川普的问题的时候 谁是中国思维 恰恰川普都是中国思维 伟大领袖 你不能质疑 对不对 美国人民的选择 这不全是这种玩意吗 这不就是中国思维吗 而不是默论两可都是什么 哎呀好大的游行啊 我没见过 你妈傻逼话 这时候你知道吧 这种话 哎呦美国总统不是国王冲向 是外交部长 制度 第一美国总统不是外交部长 美国总统有极大的权力 你完全不了解美国的体制 是第一 其实他的权力比国王大 懂不懂 比英国女王权力大多了 首先制度约束的 他还是跟后途一样 制度怎么约束他 制度是通过人来约束他 如果你不让大家去约束他 他撒谎也是对的 他没有价值观也是对的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你们不能有意义的声音 媒体都是敌人 这个怎么约束他 所以这种话说出来 制度约束的他 制度怎么约束 制度通过大家的这种质疑约束他 所以这种套话 就是完全表现的 顺嘴就说 这简直是非常可笑 这就显得你没有思考 你知道吧 这就是彭纳 这就是川普的逻辑 制度约束他 你们放心 你们不要去约束他 所有的人都不要约束他 制度约束他 制度是谁呀 制度是怎么发挥 需要功能的 制度不是靠人去运行吗 我所有的人都不能质疑他 不能约束他 制度怎么会质疑他 这川普完全不懂 这个制度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吧 川普来回来去 就那几个逻辑 他人民的选择 有制度 有制度 您不要管 有制度 然后 然后 他是撒谎了 撒谎是不好 但是你又找出了 不撒谎的人来 他是道德不完美 但是你们又要 选总统 不选道德完人 哎呀 这些屁话都说的 都烂了 但是中原有逻辑吗 有什么事实 有什么 有什么那个 就是来回的山耳光 你知道吧 川普不讲价值观 对一些民运人士 竟然 可以原谅他说 这个不要看他怎么说 要看他怎么做 但是一个总统说 很重要的 所以每个总统 一上台 就赞扬共产党 八九年的镇压行为 说很有力量 那么这就突破了 一个民主国家 总统的底线了 我们一些民运人士 竟然还在说 不要在乎 他这么说 看他怎么做 他怎么做的 他怎么做的 我告诉你 川普上台的第一个 国际上对中国人权的 一个法案 美国没有签字 美国没有签字 这是第一次 那么后来 根据我们参与的很多 对中国人权的一些活动 美国从来不是领导者 最多是跟随者 而欧盟才是领导者 这就是那些民运人士 口口声声反对的白走 是那些白走在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 在维护中国的人权 而且中国的流亡人士 大部分是先去了欧洲 然后辗转去了美国 直接去美国的相对来少 就是说民运人士 他第一 在价值观问题上 他完全不在乎川普 没有价值观 比如说赞扬普京 跟习 跟金塞的这种 所谓的好朋友恋爱 无厘头的跑到朝鲜 进了朝鲜的国境 还洋洋得意 这些川普完全不在乎 再丢脸也不在乎 再去跟独裁者勾奸搭配 再去对民主包括香港的问题 是说那么大的游行 我没见过 就说了这个就完了 这个时候应该立场鲜明的 作为总统对港人提出支持 这是第一 价值观川普不在乎 有没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他不在乎 只要美国强大 可是美国强大有两种强大 一种是在普世家指导下的强大 美国成为世界自由民主人士 向往的圣殿 这是一种强大 还有一种强大 美国民主主义的泛滥 美国国家主义的泛滥 就是不管是非 美国强大 去跟成为一个霸权者 我现在用这个词 去悬要武力 因为这个现在川普要阅兵 要学金丝 学习胖 学这个普京 对吧 普京还没有阅兵 我要阅阅了 所以这种强大 未必对世界有好处 未必对自由民主世界有好处 也许是另外 如果跟这种强大 跟俄罗斯 跟中国跟朝鲜勾集起来 那将是人类的灾难 然后说我不要价值观 只要美国强大 美国强大 就一定会干凡流氓吗 这是很可笑的 也许跟流氓合伙 来对付人民 对付这个全世界 有正义感 要求自由民主的 这是川普的邪恶 川匪一概不在乎 就价值观方面 第二个 道德 川匪是不在乎道德的 我很奇怪 后主圣经脑子突然短路 引用了康德这句话 这是完全是在打自己的脸 因为川匪是不讲道德的 川普是不讲道德的 因为他说侮辱女性 撒谎 这个偷税漏税 不公布税表 这个辱骂媒体 完全不讲道德 但是川匪的逻辑是 你们不要一个完美人 而要一个总统 总统是干嘛的 总统是表率啊 总统如果是让道德人渣 那么这个美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不在乎川普的撒谎 不在乎川普的这种各种道德瑕疵 这是川匪的一个逻辑 第三个就是 他在打贸易战 你们去分析 而且川普所谓的打贸易战 都是干了些什么事情 川普上来先干了什么 后干了什么 他针对的主要是哪些人 而放生了哪些人 所以不要一厢情愿 所以川普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眼盲耳盲 完全是一种 有眼盲症 有盲症的一种表现 他不看事实 只是靠意淫活着 靠一开始心里的那种幻想活着 所以把川普逼清毛水的 你说要川普有道德瑕疵 他就说 我们不要道德完 我要总统 你说的撒谎就是 你找出美国哪个总统不撒谎了 这个逻辑很搞笑 应该你去找出哪个总统 跟川普一样撒谎 一样天天在撒谎 请你找出来 有哪一个总统 跟川普一样 一天到晚不停地撒谎 应该是这样才对 然后当你说 川普做的事情 有多荒唐 他说这是下一番很大的题 你们不理解 完全是伟大人修那一套 你知道吗 在川普看来 所有的制度只是一个概念 他并不懂的制度 是由一个一个细节 一个具体的措施 具体的这个法案 具体的执行 具体的机构组成的 他不懂这个 他分不清这些东西 所以就一句话 美国制度是完美的 你们要相信它 然后闭上眼 川普有什么毛病都不存在 因为美国制度是完美的 可以制约它 这种没有脑子的这种言说方式 其实就是完全不懂制度是什么东西 制度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和行动构成的 这都不懂你知道吧 这种可笑的是川普竟然让我去了解 了解美国的选择程序 多么复杂 其实他根本不懂不了解 还口口人说 他是美国人民选出来 美国多数人选出来的 连他是不是美国多数人选出来的 都没搞明白 所以川普人 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高 他们就只了解一点皮毛概念 然后就开始占立场 上我那个音频 有人批评说对川普或者对布图圣经不太温柔 那么我现在想温柔一下 我想简略的梳理一下川普的逻辑 或者川普的脑洞 因为这个问题 因为是讲逻辑 需要随平契合的一些梳理 大概川普有那么几个重要的 主要的逻辑漏洞 我们看看梳理一下 第一个 他们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当你批评川普的所作所为 或者黑川的时候 他们会寄出一个杀手锏 说川普是美国人民选择的 美国是完美的民主制度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批评他 那么这里边第一个漏洞 第一个逻辑矛盾 那么你就会给他指出来 美国的选举 这次选举 川普的得票 按照这个 人数来说 按照这个直接选民的人数来说 是少于希拉里的 然后呢 那么这个你说它是人民选出来的 逻辑上说不过去 那么首先当你说说这个时候 川普就说了 美国的制度就这么设计的 而且美国制度运行的东西是很完美的 所以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 这个有效的 你不能推翻美国的这个身具结果 对方也承认了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那它还是人民的选择吗 如果你认为人民的选择就是少数的话 那你就不懂 不要不懂得人民选择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民主社会的特点就是多数 绝 这个多数绝呢 它是一个规则 那么当你读了卢梭的契约论 你会发现 卢梭承认多数绝的这个规则的时候 他有个前提 他说多数绝这个规则 之所以有效 前提是人民一直同意这个规则 注意 这里边有个非常强大的卢梭的逻辑 就是说 不是天 为什么多数绝是有效的 它不是天然的 它是人民一致同意的 当然这是它这种假设了 它这种逻辑预设 我们先不说它对错 那么首先 我们基本上都认可这个原则 所以人民的选择 或者说民主的体现 就是 这个 普选 就是 这个 多数当选 这是自由之家 一些国际的人权 调查机构的一个指标 非常重的 一个国家 民主化程度高低 要看一些指标 比如说 普选的这个 这个 普选程度 所以呢 当我前面有音频讲 美国是最早实行 实行普选的国家的时候 有人会提出说 不对 新西兰是第一个实行普选的国家 这里边就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理解的差异 因为我们一般在政治哲学上讲哪个国家最早实行普选 我们并不是很严格的按照自由之家的这样一个定量的这个说法去说 所以我的来源 一般就是像福朗西斯福山等的作品 他们会说美国是最早实行普选的国家 那么如果你要非要讲的再远一点 那么其实最早是在美国成立之前 那个罗德岛 罗德岛是最早实行普选的民主国家 民主政体 所以我们一般都承认所谓的民主就是多数诀 所以人民的选择就是这个得票占多数 那么如果你承认了这个概念 你再回头来说它是人民的选择 这个逻辑上说不过去 那么我稍微说远一点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多数这个选举人制度 它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不去做评价 因为对或者错我不去做评价 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复杂的问题 但它的来源我大概 我认为是来源古罗马的百人团选举制度 而其实百人团选举制度 这种设计本身就是防止底层民众说了算的 就是防止人民多数决的 也就是它要保证贵族的利益 因为当时统治罗马就是元老院 元老院全是贵族 那么罗马人民在争取这个普选权的过程中呢 采用了非暴力抗争的手段 比如说撤出罗马城进入圣殿山进行非暴力抗争 以后赢得了一些普选的权利 比如说一些改进 比如说五百人团的选举 那么这就是有一些改进 就是使得罗马人民的这个权力 底层的平民的权力得到提升 所以不管现在美国的选举团制度 在美国历史上起过什么积极或者交易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 它跟现代的民主的途选的概念是有冲突的 所以川普动不动说它是人民的选择 这句话本身是不对的 那么当你指出来他就会说 美国的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 你不能不承认 但是你回过头来 就不要再说人民的选择了 你只能说美国选举制度的选择 或者美国的这样一个现行体制的设计 各方都承认可以这么说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逻辑 就是说动不动是人民的选择 然后就说美国制度是完美的 那么既然这个美国选举制度中 多数人票 多数人的这个选票没有得到认可 那么你就按照民主的这个指标 那么他就很难说 从实效上是一个完美的制度 我们知道我们体现一个 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完美程度 一定要看 按照自由之家这些 这些调查机构的量化指标 他的普选的实施程度 那么你你既然你这个选选举制度的设计 会出现多数人选出的总统不能当选 那么你就不能简单的说 至少不能简单的说 这是完美的制度 好说到这个地方 那么既然不是完美的制度 那么他就可以这个出现问题 那么川普就不承认这个东西 继续往后 那么好美国的制度是完美的 你没有必要去制约他 这就又一个矛盾 完美的制度 之所以完美就是他能发挥制约功能 就是能使制约的声音 听得到制约的声音 能使大家制约的措施得到落实 如果你完全因为 你自己所谓的人民的选择和制度完美 去否定大家的制约 这又是一个矛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川普的这个脑洞 是一个逻辑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常见的川普的狡辩说 川普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 你没有必要操心 他是人民的选择 这个本身是不成立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川普动不动说 川普是美国总统 他不是你们中国的总统 他没有必要管你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 就当你质疑川普的价值观的时候 很多人跳出来说的话 包括何秦莲这样的人 在在在推特上也说这种话 说川普是美国总统 他没有义务管理中国的事 但是你何够来问他 你为什么支持川普 包括后组圣津 为什么支持川普 他说因为他在跟中共打贸易战 他在打流氓 这是不是有个矛盾 如果这个我要去解释 非得及 为什么矛盾 如果他再去这么解释 那真的脑洞就太大了 就漏水太多了 因为这是非常显然的 你是站在你所谓的异议人士的立场上 去支持川普的 因为他跟你的敌人 他跟流氓在干架 反过来你就说他是美国总统 他没有义务去管理中国的事 这是不是矛盾呢 这个我就不需要多解释了 那么他可能这样狡辩 川普可能这样狡辩 说我并不是在乎他主观上 是不是想跟中共打贸易战 想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自由问题 他客观上有这个效果 那好 当说到这个时候 你就问他 那么川普的政策客观上 导致了什么结果的时候 他又开始狡辩 比如说 比如说 他们就死活不承认 其实川普做的这些事情 客观上并没有 对独裁者有任何伤害 而是更多的伤害了盟友 因为 因为他们 这是另一个 设计的另一个话题 就是他们的另一个逻辑漏洞 我下面再说 那么第三个逻辑漏洞呢 就是说 他说 这个 这个 当我们质疑川普的价值观的时候 比如说 川普讲 这个六四的 中共镇压非常得力 然后呢 他不去关注中国的人权 不去发这种声音 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没有公开的 去 很鲜明的去支持 这个 这个人权 或者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川普就说 你不要看他怎么说 要看他怎么做 好 那我们 看他怎么做的 我刚才讲过了 他上台 第一次 美国没有在世界 谴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的 这样一个国际声明中签字 那么他的借口是 美国的外交官员没有到位 后来美国没有在任何一次 针对独裁国家的人权问题 灾难 这个 成为领头 去主动的 去去去去 去进行谴责 这是做还是说 那么川普又会绕 说你不要管他直接对不对人权 虽然奥巴马希拉里这些政客 奥巴马这个 这个表面上去关注人权 但是背后怎么怎么地 但是 川普虽然不关注人权 但通过贸易战 他会打垮中共 等等等等 那么他就转移了话题 就说 人权不做也没事 因为人权 可能 这个 现在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哎 把中共打垮 让美国强大 可是 你做一个自由民主人时 你既然价值观都 都觉得人权不重要了 你为什么支持他打败中共呢 对吧 如果仅仅从经济利益 经济发展的角度 你觉得打败中共和打败 这个 这个 美国打败中共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打败中国 所以这又是一个矛盾 然后呢 川普还有一种矛盾 还有一种 这个 这个逻辑 就是说 不管怎么地 比如说这个 还设计价值观 还设计到 谎言呢 这些恶心的事 所以呢 他们统统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呢 因为他在干事 他在干事 可是他干的什么事 下面 你再去看 就是 同样一件事 那么 川普怎么做是对的 奥巴马怎么做是错的 那么我们就举两个例子 就是 伊朗和朝鲜这个事情 那么 包括 TPP 这些事情 那么奥巴马做的事情 川普的第一反 就是 推翻 不承认 那么 先看这个TPP 那么 后准声音说 他是不是推翻了 就是 推出了TPP啊 这就是 成绩 首先 那他也承认 TPP是干嘛的 TPP 奥巴马是为了 围堵中国的 是拉一个圈子 拉一个经济共同体 然后不跟中共玩 然后把中共闪开 其实就是 贸易战的另外一种 方式 手段 那么 那么 他 他既然承认 这是奥巴马 这是对付中国的 反而又说他 推出TPP 是一种成绩 我就不知道 这个矛盾 怎么去 怎么去自圆去说 你可以说 他推出TPP 是有更好的措施 那么更好的措施 在哪里呢 这个 这个 就是后边的矛盾 后边的矛盾 他实际做了些什么贸易战 做的什么程度 就是后边的矛盾 我们先说到这为止 那么 然后 伊朗问题 那么 奥巴马 以及西方国家 跟伊朗签了一个协议 而且伊朗一直很好的遵守 那么 川普说 哎 我 我我我撕毁 川普说 对 伊朗是流氓国家 撕毁就对了 不要让他骗你 那我们现在问朝鲜呢 朝鲜放弃核武了吗 没有 嗯 川普舔着脸去找金丝谈 谈 谈完以后 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们再恋爱 结果朝鲜给他一耳光 说 老根不买你这样 你狗屁 我喊了 该发发事发 穿天后就上天了 然后呢 川普一再的舔着脸去找金丝 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 他爱他的人民 然后竟然跨过了朝鲜边境 进了朝鲜 川普说你看多大的成绩 呃 你看他多大的成绩啊 他为世界和平再做贡献 但是 你说他完全没有道德价值观吗 我觉得也不是 也不是 但是呢 他 你看他都能见到金三 这多了不起 历届总统都没有人能见到金三 华操 金三这个人 包括他也一辈 就很想跟美国总统见面 很想跟美国谈 但是美国人要脸呢 美国的总统们要脸 因为他觉得 金三这种流氓 要没有任何 比如朝鲜这种流氓 这种国家 如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我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的 但是川普不管 川普不要脸 所以说 他觉得这是伟大的政绩 那么我们先不看川普 现在川粉 那么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 又是一个矛盾 双重标准 那么一个遵守了国际 规约的这样一个国家 尽管他是流氓国家 暂时收敛流氓行为 你不承认 你撤撤毁这个协议 反过来 一个完全正在耍流氓的小流氓 你却一次一次的舔着脸去讨好他 结果还得不到任何的结果 而川普却说 川普你看多伟大 这番气下的多大啊 他要获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又一个矛盾 所以川普的逻辑总是这样的 绕来绕去 另外第四方面 那么我们再回到贸易战 那么川普上台以后 他开始打贸易战 他他踢掉了这个这个TPP 退出TPP 开始撕毁北美贸易协定 去跟欧盟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对抗 去去去去去重新谈判 搞搞这种单边的这样一种对话 我们知道川普中有很多成分比较复杂 其中有一部分是土澳 一些经济以经济自由主义著称的人 那么在这些土澳看来 那么自由贸易是一个一个一个 现在社会进一步的标志 而在他们赞美川普的时候 他们也会反过来说 你看川普多有成绩 他加征了那么多关税 为美国赢得了利益 问题是按照你们土澳的这种 逻辑和理论的话 加征关税既不能给对方 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 这是违反自由贸易规则的行为 他是跟自由市场经济所违背的 川普当然不懂 他说这个关税 你看中国人给我们交这么多关税 其实这个关税稍微有点 经理学常识的人 这是中国人给交的吗 这不是美国进口商 美国的消费者承担的吗 对吧 但是这些土澳们就不在乎这个 因为新疆跟他的理念不一样 他还会说 川普很有成绩 他在跟中共打贸易战 他要打垮中共的贸易 那么川普在自由贸易这个问题上 就是出现了矛盾 一面这个大部分的川粉啊 我觉得我指的主要还是一届的 大部分川粉啊 他基本上都是一些 所谓自由贸易的维护者 所以哈耶克 他们叫什么米哈罗 米哈罗的崇拜者 什么保守主义者 这些人应该是反对 反对这个 这个贸易战的 应该是反对 他的法理 他的经理学理论应该是支持自由贸易的 这个才对 但是他们完全就 在这个地方就没有 没有他的逻辑了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思想跟他 他现在的维护这个东西 支持川粉跟他的 所尊重的理念是矛盾的 但他们可能丝毫感觉不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川粉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这个 事实认定上啊 他是双重标准 当然我们除了伊朗朝鲜这个事情以外 就对所谓川普的承诺问题 他们叫真一只眼闭一只眼 叫只承认前半截不承认后半截 他们承认说啊 你看川普多少成绩退出了TPP 但是他们不看TPP退出以后 这个贸易战这样打 和有TPP奥巴马时代 可能设计的路线哪个更好他们不去管 第二个他们说 你看对方承诺在墨西哥便建了墙了 可是川普承诺的是 建签的钱由墨西哥出 这个就他只承认建墙对象承诺了 他不承认他这个建签的钱从哪出 这个他就选择性忽略掉了 废除奥巴马的医保的这样一个法案 废除了吗 不废除相信不管 按川普说废除了 但是川普承诺有更好的法案出来 出来了吗 川普说他已经履行了承诺 废除奥巴马的医改方案 那么你再问他 他承诺的好的方案在哪呢 他逼而不谈 这个 比如说 他对川普这些 这个王八权乱舞的这种行为啊 他只选择了王八权打到的地方 他对那要轮空的地方完全不在意 比如说朝鲜的问题 这个川普一再的铁上去建签丝 丢进了美国人的脸 有什么成绩吗 川普就认为啊 现在这个还没有 但是会有的 你们等着 就这种逻辑 所以川普的这种 这种逻辑混乱 又到了一种啊 你没法去 你没法去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你没法给他给 问到底 就是他这种混乱 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为了维护川普 另外就是这个啊 就牵制着这个很多一个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道德理念问题 那么川普也激起混乱 比如说价值观问题 他们不在乎川普 啊 不这个啊 没有普世价值观 他们不在乎 他们就是打贸易战 让美国强大的行为 可是他们又反过来说奥巴马 奥巴马 做一个黑鬼啊 这个 这个 呃 站在这个穆斯林的立场上 啊 怎么怎么的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观呢 那么你们既然在乎 呃 奥巴马的价值观 为什么就不在乎川普的价值观 你 其实你还是 啊 这个 在乎价值观的 你们价值观无非是 呃 在乎那种 呃 这个很邪恶的东西 你们所 所推崇的 就是 啊 就是一种 啊 种族歧视的 啊 啊 一种 没有宗教宽容的 那样一种 啊 非常偏下的价值观 你们说那是对的 比如说 啊 刚才后主席 以色列问题上说 啊 他在 耶路撒冷 那个 美国大圣馆 这个要算是 这是对的 说 先先认定他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对呢 因为他是站在一种很偏狭的 一种立场上看问题 他不是说从国际法啊 从这个国际和平啊 啊 啊 这样的角度他是完全站在啊 啊 啊 这个什么 以色列啊 或者是犹太教 或者是叫福音派的 这样角度 啊 去 去 按照他们这种很 天下的价值观 去看问题 所以 一面说不在乎价值观 一面又在乎奥巴马的价值观 跟他们不一样 或者说 呃 所谓白左 骂白左 白左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 这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道德问题 一面 这个 不在乎 嗯 川普的 道德上的这样的 啊 不停的撒谎 啊 不停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辱骂这个 记者啊 女性啊 等等等等 这些他都不在乎 因为他们认为 呃 我选的是总统 而不是完人 他其实是反对的一种 啊 所谓的政治正确 什么叫政治正确呢 就是 呃 我们讲的 啊 这个现代人类的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 啊 这个尊重啊 平等啊 啊 这种 这个 就 就是这种 他们反对的是这样一种 一种 一种东西 那么他提倡的是什么呢 提倡就是 啊 当然我们又提到这个川普的复杂来源了 比如说有田园基 田园基呢 你说他没有道德感吗 哎 因为他们如果说没有道德感 他就不会称赞川普 是虔诚的基督徒 呃 他为这个 福音派 为这个基督教 呃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赢得空间 呃 提倡基督教的价值 呃 他们 呃 就不会诟病奥巴马 啊 啊 这个 什么什么伊斯兰啊 什么什么 呃 等等这些东西 呃 所以 他不是说 呃 不在乎道德感 而是他的道德感出了问题 就他们在提倡一种很 邪恶 很这个 落伍的道德感 呃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 就是田园基来说 那么中华田园基的基督徒呢 一面自己是基督徒 一面叫喊着这个 呃 尊风上帝啊 人人平等啊 呃 上帝面前人平等啊 一面这个 呃 提倡爱 一面 其实 完全不在乎川普的这样一些 呃 噩言噩行 呃 呃 其实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呃 我这要讲得远一点 美国这个最早的这个 福音派是美国很强大的一个 呃 就是叫派别 呃 那么这个派别最早的领袖 在美国 呃 独立期间 美国建国期间 呃 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他这个福音派的领袖 他一再督促 杰克逊 呃 不然一再督促 麦迪逊 呃 和杰克逊他们 一定要把政教分离的这个理念 灌彻到美国的宪法中 呃 他是提倡这个的 所以那个时候 福音派的精神领袖 呃 他们是 呃 这个这个非常这个 呃 非常这个 开明的 而 很多 中华田园基 他会说 美国的历史 美国精神就是基督教精神 其实是误解 其实美国的整个建国历程 美国精神的形成过程 那么按照 前本宿教授说法 是基督教的世俗化过程 就是说 他们 呃 呃 让美国基督教化 福音派化呢 这个过程中 或者说 极端一点 福音派其实是末世派 所以 他是让美国更好呢 还是让美国早点 早点灭亡 人力早点灭亡这个问题上 他们 呃 呃 这个 五月花号 那个时代的 呃 伯克弗吉尼亚 呃 那些自治政府的那个路线上去 就实行宗教 政教合一 对异教徒进行迫害 呃 恨不能赶出美国 呃 等等 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 你 你不能说 呃 呃 这些川粉完全不讲道德 只是他讲的是一种什么道德 讲得很 很愚昧 很落后 很这个 呃 过时的道德 就我们发现 呃 川粉中有很多 实际上 呃 是基督徒 或者是保守主义者 呃 这是川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呃 一个支持阵营 那么这些人 其实他 他是 他是有道德规范的 但这些道德规范完全不是现代文明的东西 而是 呃 想想想 这个 原来 后退的 呃 所以 川粉有很多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呃 他为什么讲不通 呃 因为 他是先占立场 他站好立场再去说话 然后 他就没法讲逻辑 当你逼得他墙角的时候 他就耍赖 比如说 你说川粉还撒谎 他就说 美国总统 不撒谎 你找出个不撒谎的呢 呃 呃 然后 这个逻辑的背后的撒谎不是问题 撒谎是总统的标配 这是第一个 这种狡辩 呃 第二个 呃 你说 呃 川普不讲价值观 他就会说 川普不讲价值观 但是讲价值观有用吗 你要干实际的 可是实际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他又 又不去吸 吸 对对对你那个 是不是真的有利 他又不去管 呃 然后你你你一边说 他是人民的选择 你告诉他 他不是他得票不是多数 他说美国制度就这么设计的 美国制度是完美的 美国制度是完美的 可是美国制度体现的 并不是人民的选择 这个逻辑 他也不管 所以当我们 呃 这个 看下来以后 川普 绕来绕去 他就完全 啊 他的逻辑都是混乱的 那么 我们总结一下川普 他们的问题 第一个 他们没有价值观 为什么可以粉川 为什么我不粉川 我一开始坚决的反川 因为川普没有普世价值观 这是非常要命的 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总统 没有普世价值观 这一条 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 他越强大 他越权力越大 那么他可能 呃 危害越大 这第一条 第二川普不讲道德 这一点川普不在乎 但是 我在乎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很多场合说 美国的开国先鲜 除了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还是共和主义者 他们除了呃 这个信奉 洛克跟 洛克跟那个 孟德斯丘的自由主义理念 以外 他还大量进行了 罗马共和国的体制设置 而他们非常重要的是 他们对罗马共和时代 那种共和主义的道德观 是非常认同的 所以 我们说美国直学组的今天 和美国的开国先鲜 能美国带 带到现代这种状态 是跟美国开国先鲜的道德感 是非常有关的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深刻的体会 在中国的民运界 包括中国的澳派 那帮人完全不讲道德 他其实他没搞明白 人家奥地利的定学是研究经济学 因为经济学必须有个预设 人是自私的 你不能拿道德来去分析经济问题 所以他在经济学的分析思路的时候 他肯定要 他有一个假设 人是自私的 不需要用道德来分析 但不等于经济学家都不讲道德 也更不等于是我分析任何问题 都撇开道德 只用经济分析 像张武昌那样 就分析交易费用 那就很荒唐的 那么大概你们都知道 亚当·史密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这个看不见的时候 我这样的理论 他最早提出来的就是人的 但是亚当·史密还有很重要的 道德情操论 那么你去读读道德情操论 他会说人可以没有道德 没有情操吗 不会的 所以呢 这是中国奥派经济学家 或者中国的前缘奥 或者中国的川粉们 所不具备的一种高度 一个道德感 所以我现在重新 当然我康德我读了两遍了 我现在重新细细的去读康德 读康德其实里边有两种享受 一种是对康德哲学中一些 我们现在的世界所缺乏的东西 进行重新的挖掘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重要的是 我在享受详细阅读康德的逻辑上的享受 因为康德的论证是非常严密的 他的一句话带过去 你不注意就过去了 但是你细想 这句话按上这种逻辑 这也是我一开始说 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没有逻辑 比如说他会说 川普是美国的总统 那么你问他 那你为什么支持川普 他说因为他在跟流氓打仗 他跟我是同伙 这里边我们不用说 在康德的文本中 一下子出来一个逻辑问题 这种川普可能就不注意这种逻辑漏洞 或者逻辑脑洞 他就非常大 我们读康德会避免这种东西 所以我说道德感 这一点呢 是美国的总统必须具备的 也是美国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 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 如果没有道德感 那么再好的制度 如果肆意去去破坏 所有人都没有道德感 那我就上午举个例子 那个这个制度很难有效的运行 这是第二个 我我为什么不支持川普 因为他没有道德感 第一他没有价值观 第二他没有道德感 没有道德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撒谎 他一天到晚都胡说八道 撒谎 而且这种撒谎 到了一种自己不能控制的程度 所以他的律师 不让他到国会去听证 因为你去听证 一不小心就撒谎 而撒谎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是重罪 所以说呢 不敢让他去 所以这就引出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 就川普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人 带有一点精神病的这样一种 一种 就他说话 颠三倒四 胡说八道 那么一个美国总统 他没有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理性的思维 他的所有的操作都是亡不全论论 这个对于危害太大了 你要知道美国总统是首按核按钮的 当然我不了解这个程序 他是不是 但是他有这个权力啊 他可以发动战争等等 但国会可以制约他 但是从现在看 他可以想办法绕开国会 比如说对伊朗的攻击 如果他签署命令 他如果不收回的话 这个攻击早就成就成立了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人物 因为这个还有最后一个川普的最大的问题 他们所有这逻辑漏洞来源一个 他们按照喜好战立场 他们比如说 川普为什么这么多在中国的媒体上 因为大部分国内的人是被境外那些川普所误导 比如说张寻啊 这些烂人什么苏小和呀 这些烂人 海外没有一帮这样的烂人 包括苏小和不在海外了 但是海外没有一帮这样的烂人 专门造谣 比如说张寻 我很明显造一个谣 说那个大法官 你女的叫什么我忘了 叫什么呢 那个女的 说被绞死了 还画一个图 这种恶性的 这种没脑子的谣言 很多川普就相信 而且 国外的川普造了很多 比如说 川普已经在某某国家的岛上 已经捣毁了提拉里的贩毒基地 马上就要起诉下来要抓住他 比如说奥巴马怎么怎么地 所有这些谣言 川普是军军乐道 因为你按照正常的思维 这些东西还用想吗 这肯定是谣言 但是他可能知道是谣言 可能半信半疑 但是因为符合他的喜好 他就欣然接受 而如果你说 这个不对 这有谣言 然后他就会脚断说 你是代表党来辟谣的 你还这个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公民言论自由 我们为什么非要 我们去替他们辟谣呢 我们有这个义务吗 乖乖 不是说你辟谣 是你相信这个谣言 人家好像告诉你 他非常生气 因为你告诉我真相 我不舒服 你知道吗 我不符合我的心理预期 我是希望这个谣言 这个谣言 这也是海外的川普 为什么反复不断的 往我们来切谣言 因为谣言有受众 这人很舒服 你知道吧 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 这个 就除了他的逻辑上的混乱以外 人格上的一种扭曲 就是完全不想看事实了 所以 当川普跟你说 你怎么看不到川普的优点呢 你怎么看不到 他做了那么多事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 他的人格已经有趣了 他已经不能客观看待 这个人所作所为 所以 当他认为是事实的东西 其实可能90%是谣言 甚至是 一个很荒谬的事 他能解识 解读成个很很伟光正的 比如说这个建金塞的事 这明明有很丢脸的事嘛 很傻逼的事嘛 对吧 很无理头的事 但在川普看来不得了 这个是 这个是很伟大的举动 可以和诺贝尔和平奖 反过来跟伊朗的核问题上 又觉得干的对 因为伊朗是流氓国家 所以说 人格分裂 完全没有了一种 能够客观的接受信息的能力 当一个人没有能力接受真实的信息的时候 你还指望他要逻辑 要客观 要这个 这就不好办了 因为他已经完全把自己交代了 所以呢 川粉跟毛粉 有很多共同之处 就是 第一不要适时 因为适时很残酷 适时会打他的脸 第二不要逻辑 逻辑很讨厌 逻辑会让我很难受 然后呢 这个这个剩下的 就是义银 就是就是他那一套这个 自圆去说 然后 你要你要越越执政他的问题 他越逆反 像后土圣经一样 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 但他为什么越走越远 是因为他逆反了 说你们天天反川 还有一个逻辑 就是 你们在中国反川有意思吗 你们不要在这个 中国的群里反川 啊 这个解决中国的问题 他没回头想 你你这种反驳不就是挺川吗 那你在中国挺川 又有什么意思 所以逻辑本来就 不对称 完全不对称 就是他们一开口 这个话 就 逻辑就陷入了一种悖论 所以呢 川粉的逻辑 其实也不能用 这个说 说逻辑漏洞来说 应该说 其实他们的大脑出了问题 就是脑洞 逻辑脑洞 如果要做个音频的话 这去就可以叫做川粉们的逻辑脑洞 我就讲这么多